世界平定 我們現在在加德滿都 最熱鬧的區域 叫塔梅爾區 看到咧 我左邊全部都是 看得很明顯吧 都是那個觀光客 只要世界各國觀光客 基本上都一定會聚集到這個地方來 然後很多店面都是賣給觀光客的 我在大小大概 應該有五分埔的幾倍大喔 其實這個區域非常的大 而且非常的熱鬧 有沒有看到 塔梅爾區阿山街 第一次來到加德滿都的大多數人 都會在這裡享受一國輕跳 和購物三家的快感啊 不過如果你願意 在這座城市的觀光街道 轉個歪小巷弄裡面 有很多很有尼佛爾 在地味道的小店 走走看看 沒有目不暇即的紀念子 反而多了特色人情味喔 我發現印度教的廟宇 都會蓋在河或者是溪流的旁邊 就有水的旁邊對不對 那個河裡的水是乾淨嘛 有年來拜的時候 他們洗那個手 洗腳 把自己洗乾淨 洗乾淨以後他們去拜嘛 所以河是乾淨的意思 但是請看我身後的河 雖然這怎麼看都不能撐得上乾淨 但這可不是臭水溝喔 這條河不但對尼佛爾來說 是最乾淨的河 純粹是心靈層面的捷徑 而且流到印度以後 就叫做恆河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這裡有這麼一間 這麼宏偉的印度廟了吧 而且這間廟還是許多加德滿都的遊客 一定要來的喔 你沒有聽錯 燒屍廟 當地的印度教信徒都會來這邊 就是如果仙人過世就來這邊 把屍體在這個廟裡面燒掉嗎 火山餐廳是那邊那個河邊嘛 你看 火山餐廳就河邊啦 河邊的燒 然後燒好了以後那個 土會就那個軟掉那個河林你看 我也不知道講什麼 我以為想說這個河裡面 就除了垃圾以外 想不到裡面看到的灰 你現在看到這些旁邊的灰啊 河岸邊的灰 龍武摳林都是死人的骨灰 大家在這個河邊這樣子這些 這些都是在 已經在做法是我們 台灣的家裡有死人嘛 來這邊拜那個死人 喔 就很像我們做那個頭七啊 他們是一週年後 滿一年以後再過來這個做法 我們先去看看那個 那邊人家燒屍體是什麼狀狀狀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現在對面啊 有那個往生者跟那個家屬啊 現在真的好像準備要開始進行儀式了 然後 看得出來他躺在地上的那個 應該是往生者 然後他蓋了白布 然後還有那個黃布 哇 這個味道真的是 然後他等一下應該是 不知道是要直接抬上去燒還是怎麼樣 那邊那邊那邊 我看到後面啊 好像做完祈福儀式 這邊做完祈福儀式 以後他會把那個往生者啊 抬到河邊 然後你看他現在正在 應該是法師還是什麼祭司 在幫他清洗那個身體啊 他很像是放在河邊那個階梯上面 然後這樣潑水 然後幫他這樣擦拭這樣擦拭 應該擦拭完以後才會再放到那個台子 木頭上面去燒這樣 根據印度教傳統跟規定 這條河乾淨的上游 是給權貴專用的火化區域 而布滿垃圾的下游 則是一般百姓使用的 但是不管怎麼說 能在燒師廟火化的 最起碼都有一定的彩禮 而貧窮的下沉 在僧侶完成儀式以後 也就只能變成水流師 不過突然間我們身邊 怎麼來了一群康爾克士兵啊 為什麼這邊會出現軍隊 就是為什麼是怎麼回事 那個我們國家的官員 官員在燒掉他嗎 我懂我懂我懂 就是這邊有一個 昨天有一個重要的國家官員去世了 然後他們今天來這邊 也進行燒師是不是 然後他們軍隊來這邊等於是 算是送他最後一層啦 對 是這樣子喔 小梁說因為等一下火化的一體 是前任尼泊爾皇室的首席大城 難怪不但來了一群康爾克士兵 現場也湧盡大量的民眾跟警察 當然首席大城的火化區域 是聖河的上游 看來等一下應該會有 康爾克士兵的操練吧 我們現在已經在佈置 最後它最後的這個燒師的地方 有沒有看到有沒有聽到 現在應該是家屬進來了 然後都是女生 然後就一直在哭 一直在哭 因為印度假有一些習俗是 女生好像不能太靠近 所以你看現場 好像在周圍走 全部都是男生 他這應該是要 就是送他最後一層的儀式啦 結束了 結束了 很peace 然後送他最後一層 願他安息 儀式結束後 生女江火化後 不管有沒有完全燒光的灰燼 通通播入聖河裡 現場推擠觀看的群眾 就像是看完一場 慘烈的火災一樣一哄而散 不過 燒師廟竟然是 加德滿足一間著名的印度廟 還是不能放過其他的部分 尤其是有一群奇特的人 總是會在這裡出現喔 這邊有沒有 在我身後 有三位苦情真 造型都不一樣的 他們這三個人 身上這樣的造型 是有什麼不一樣的意義嗎 好 原來三個人是有不同的含義 這一位他的含義 是奉獻他的一生 所以你看他其實他的裝扮 最接近我們 大概一般人的樣子 你看他也會穿衣服 然後他只是在額頭這邊畫了 然後他沒有掛鬍子 沒有留長頭髮 中間這一位 剛才以為他應該是 等級最高 或是他應該是最久的苦情真 但是不是 他是... 他這樣子的裝扮 好像是為了追求心靈上的自由 比較會冥想 或者是追求這種 宗教的含義 爭議 這一位 然後這一位呢 他就是歷最深的 他從出生開始 他就是成為苦情真 這是... 這怎麼回事 這是為什麼 Yoga... 瑜伽耶 他整個腳可以勾到 而且很輕鬆的感覺耶 輕鬆的 不是那麼容易的喔 他這個瑜伽對... 對他來講有什麼 在苦行裡面 修行裡面 有什麼特別的含義嗎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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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是有點像是模仿那個 他們心中崇拜的那個偶像 那個神明的動作 能夠時間坐越久 就越接近這樣的神 那他還可以做些什麼樣的動作 YMAX 他還瞧位子耶 他從這邊 然後瞧到這邊來耶 好厲害喔 當然瑜伽只是 印度苦行生的基本功 據說更誇張更殘酷的苦行 都有人在做 根本就是把吃虎當作吃虎 這句話當作座右鳴 而且儘管我們在拍攝 這位邋遢的苦行生 完全不顧約定的 拿其淹絲起來 這是哪招啊 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是大麻 這是大麻 大麻 大麻 大家自己都講這是大麻 他為什麼要抽這個大麻 他剛才講說抽大麻 可以讓他更接近吃婆神 不知道耶 因為抽完以後 好像High吧還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耶 有一點感覺好像抽大麻 應該會很亢奮 我... 他已經開始在抽了 他說因為你知道我不抽菸 所以... 我的天啊 他一天要這樣要抽幾次 因為你自己嚇到 就是想抽就抽 來 你看不再找 來... 其實我覺得有點很心靈層次的東西 就是他吸進去以後 他會覺得他整個人飄飄然 然後非常開心 然後非常接近他心中的神 現在簡直是完全脫序啦 有著微Fu的苦行生 要求現場回觀者 用手機播放音樂 我看他大概是很麻糊的 忘記他是哪位 當他在夜店般自嗨的跳起舞台 這又是哪招啊 他現在他們已經開始 嗨了以後開始跳 而且他幹嘛還講說 沒有音樂他們不會跳 No speak No speak 他在跳舞 他很嗨 他真的很嗨 他自己唱歌 我覺得有點不受控 尤其那個 拿著那個 髮器的那一個 他好像也沒什麼太... J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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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我也來他的神聊到天啊 呼發的兩位先生 你哪位啊 還記得自己是誰嗎 如果不記得等一下的酬勞 你們也順便忘記好了吧 你有沒有看到 出了燒斯廟以後啊 這一條路上啊 很多像這樣一攤一攤的小攤 Laughing 看起來應該像是那種 算命有沒有 應該是看到這樣之後 你看那個 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他歡迎我去算命 想不到印度教外面也有在看守向算命 就很像我們在龍山寺還是什麼 一些大廟外面都有一些算命的 好 我們現在就是來看一下 這個印度教的算命怎麼算的 看守向的 對啦 放這個牌子覺得看守向的 左手 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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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看我 右手看我 左手看我老婆 這跟我們講那個男左女右 剛好相反耶 OK 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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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認識了 但是我以前不認識 我以前不認識 我以前不認識 就是現在在我身邊 其實是有一些人是 有利人士 有貴人在我的身邊 但是還不認識我 還沒有辦法到幫助我的狀態 我在離開人事之前 至少會有四個女朋友 他這個能算的東西還蠻多 不管是健康 事業 家庭 感情 好像幾乎都能從手上看得出來 來看我老婆 來看我老婆 他說我的老婆 現在我已經認識了對不對 我現在已經認識了 但她的成績比我高 這個女生會對我很有幫助 我會幫助我 可能會到我更有成就之類的 嗯... 還蠻厲害的 看我的手 就可以從我出身 到我掛掉 都算出來 還不用什麼生辰八字啊 什麼燒香啊 喝浮水啊 也算是簡單 乾淨俐落 那至於信不信的話 就看觀眾們 你們自己有機會來尼泊爾體驗囉 至於我... 嗯... 開心就好 世界定定